王柳襄,世界上只得一位,不能取代。 近二十年,不。 选美盛匯,佳麗質素間中都避受爭議,偶爾出了。 攝大獲好評的佳麗,除了擁有非島模式的美貌。 如,都會稱他們有氣質氣質这种東西雖然狠秋, 但具體而言就是魅力、微笑、衣服搭配、走路姿態。 等,顯出自信,令人舒服,這是第一印象可看到的。 加以觀察,你會發現某些人言談座上有禮,不無。 有膽識,也有一定知識底穩等,这些後天培養的。 然散發出來的,自然會吸引眾人目光。 要在歷史。 說美女,不得不提及一系列近代,民國時期的女。 再突破男尊女卑傳統性別及家庭觀念,女權義。 挖起下,展現了他們的才華,發光發熱,成為歷史。 特別一環民國時期的美女,他們都擁有更順水。 然的面孔,精緻外表,還有豐富耐心今次首先界。 的視首位荷里活華人女巨星黃柳湘。 黃柳湘組。 廣東台山,1905年出生美國洛杉磯唐人街,是華人的。 代,一家經營洗衣店黃柳湘從小做幫工,端查帝。 因性格乖巧,常能得到小費他結果用五美分入場。 電影,改變了黃柳湘的人生軌跡。 黃柳湘此後對,影產生強烈好奇心,於是開始常在唐人街跟著。 景劇組,有時還對著鏡子模仿明星動作和表情。 年黃柳湘才九歲到了十四歲那年,一九一九年,黃柳湘被星探發。 終於可以上鏡,於電影,紅燈籠,做小演員,雖然止。 幾分鐘,卻令人印象深刻,打開了他的明星之路。 柳湘十七歲時,憑著,海誓,一炮而紅,到了十九歲,他於神話。 影,巴格達蝕賊,宗飾演一名蒙古女奴,善靠肢體。 言展示美麗風情,風滿妖的身材穿著比堅尼。 帝莊,無微性感,美艷動人,這位東方美人迅速精。 歐美觀眾,電影也成為當年荷里活最賣座影片。 一在,巴格達蝕賊,成功之後的好幾年,黃柳湘出。 角色都是一成不變,不是天真自我奉獻的蝴蝶。 就是有人而危險的龍女等等一九二九年,他厭倦了只能。 演典型美國人眼中,被醜化的華人角色,決定離。 荷里活去歐洲,主演了一些知名電影,演技獲歐。 影評人好評,例如維也納輕歌劇,春慈,他完美獎。 觀眾情緒,令這部原本不怎麼引人注目的悲劇。 他的表演傳遞得非常動人。 一九二九年,黃柳湘出演最後。 布墨片,唐人皆繁華夢,在英國引起轟動,中藝,雜。 評價他的演出,光芒該過了哪個大名聲值自己。 年後,時代,雜誌將,唐,稱黃柳湘為最好的電影作。 黃柳湘也因爲身材高挑,美麗冷艷,被西方傳媒。 想為一得透過象牙散發紅光的玫瑰,他的衣著。 辦及言幸舉子也成為時尚象征。 1934年,他被紐約一。 特兒組織投票選為全球衣著最佳女子,1938年被,look,雜。 評為全球最美麗的中國女子他先後在不同的。 影雜誌曝光,除了讓外國人重新認識中國,中國。 雜誌也有他的持續報道,樂麥最多為,良友,及,生。 周刊,讓他及其電影續佔為中國人所熟知。 1936年,黃。 相遠赴中國探望樂業歸根的父親,並拍攝了記。 片以下是他游影星蝴蝶陪同下游歷上海時的。 6. 中日戰爭爆發,黃柳相呼籲美國扶華抗日為。 抗日募捐,拍賣了所有他中愛的禮服,但他的心。 並非所有人都接受1942年到1943年,宋美玲訪美宣傳抗。 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,轟動美國宋美玲也有道。 李活演講,也現請美國各界支援武國抗戰的華。 名流,唯獨沒有黃柳相,據指理由是他出身低下。 世事如企的事,黃柳相差點於電影中主演宋美。 黃柳相於抗戰期間有去過中國,探望樂業歸根。 父親,有片相計劃拍攝,宋美玲傳,邀他任主角,指。 最終未成是,黃柳相在抗日時期,拒絕演出大輔。 描寫華人的電影,佔淡出荷里活主流到了身中。 成立,黃柳相基本上沒有再參演,只會再參加工。 事業的時後露面他的藝術生涯中,共拍過六十。 電影和電視片集一九六一年,黃柳相在落參基的家中因。 硬化病故,中年五十六歲。